我講一件事情啊 其實絕大部分的女生都比男生聰明 他們在分析事情的時候也都比男生看得準 我必須誠實講是覺得這是真的 可是這件事情不能扯到他自己 你讓他去分析一些別的事情 你讓他好好去思考他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他一定比你更細膩 可是只要扯到他自己他基本上就是完全在自爆 男生比較可以 男生比較容易自嘲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那種 我就爛 比個大拇指 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都很聰明 男生比較可以討論自己 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有多少缺點 可樂就是個低能 其實可樂在某部分很聰明 看事情吧 在遊戲上不聰明 在Twitch的話不聰明 你看我現在還會幫他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聰明的事情 懂得利用身邊資源 就是一件很聰明的事情 我這種朋友 那他要知道怎麼使用 他沒事一直出現在我面前說自己很慘 我自然而然就會幫他 那為什麼他沒事出現在我面前 裝得自己很慘 不會躲著自己慘 為什麼他找我談FB的情況 問我要不要去 因為如果我做了選擇 我幫他選擇 我就得把這件事情搞定好 我如果跟他講說 我覺得去FB對你來講情況比較好 這句話如果是從我嘴巴裡面講出來的話 就是他已經想要去FB了 他也知道那邊可以得賺 可是如果這句話是他自己跟我講說 我要去FB了你幫我 跟他問我說 看我很擔心耶 在Twitch我賺不到錢 去FB可以拿比較多 所以我要怎麼樣比較好 可是如果是我講出來說 我覺得你去FB比較好 他可能就會再丟一句 可是如果去FB沒任何辦 那我就只能回答他說 我現在還有人我會幫你 這都是一個可以直接想好這個講話接下來內容的 也不是說自願 就是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他可能自己沒有想太多 可是他本人就會做像這樣的事情 我就覺得說這樣應該蠻聰明的 我當初叫他去FB 我就一定會好好把他 在這一年FB的那個事情照顧好 我覺得這 這知道他成功了吧 在這方面這知道他成功了 女生這種坑你都不接 所以說他會選 就是人會選擇性的去跟 會接這種坑的人講這種事情 你懂嗎 他不可能只有我這個朋友 那他知道跟誰講有用 所以要跟我講 他跟你講沒用 他就不會跟你講 對不對 跟適合人講適合的話 就很成功 所以女生怎麼會不聰明 女生很聰明 所以有時候對話真的很忙 我在18歲的時候 就告訴自己 話術是這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要把這件事情拆好 假如愛上一個女生 但他原本喜歡另外一個男生 說過 對我只是像好友那樣打鬧 之後他說 沒喜歡的人 但被那樣說還有機會嗎 你可以適當性的問他說 你已經不喜歡那個男生了 你有沒有考慮我看看 這句話應該沒有很難講吧 不要太嚴肅的講 你不要好像要殺熊一樣的跟他講說 你有考慮我看看嗎 千萬不要這樣 你是他的好朋友 你用半開玩笑的方式這樣講 你都已經沒有喜歡的人了 我還不錯喔 然後看一下他的反應 然後看他的反應來決定 你接下來下一句話講什麼 他如果很認真的講說 沒想法 那你就知道真的沒想法 他如果也笑一笑 不要開玩笑了啦 但你就可以再試著問問看下一句 看想像什麼方式呈現吧 你如果是兇一點 你就扛一個球棒過去 這是一個20斤的鋁棒 然後那女的跟他 我看得出來 所以勒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這根棒子還沒見過血 所以勒 唉 今天晚上下體有點癢 唉 可是我手拿著球棒 我沒辦法止癢 你說怎麼辦呢 唉 唉 好為難喔 噢 幹 好有練習揮棒喔 女的可能把那個電話 喂 又是一條人命 真不好意思 那女的一毛把電話刮掉 大哥 我錯了 大哥 抱歉 他 通常開這種玩笑 他就會很燦爛的笑帶過 看不出來他心裡怎麼想 那你就更積極一點啦 他如果有在笑的話 那你就更積極一點啦 阿翁請問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學妹 看起來蠻可愛的 對他有點興趣 他怎麼看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學妹過 我的 我學妹都被我學姐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對不起 Cock هو 那微笑 你傳擠 他人生在轉 他人生的 他人生在轉 腰